哦 我有听过一个是 不要在外面尿尿 哦 对对对 这个也有 因为你不知道你尿的会不会 呼呼你的鬼在那边的 嗨 大家好 欢迎你到 Formosa Files中文班 我是Eric Michael Smith 大家好 我是Eric Hsu The Taiwan History Podcast Formosa Files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generous sponsorship of the Frank C. Chen Foundation Formosa Files Eric 我们已经在鬼月 对啊 我这个月真的是 台湾很特别的一个月 对外国人来讲 对 你可以说是有一点 exotic 异国 对不对 对啊 So I don't know how you are but one lesson I think is important for外国人 is 应该要尊重 台湾人的传统 你不一定要 follow everything 但是最少要 基本的尊重 但是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蛮好笑 譬如说 Don't go swimming OK 这是八月 这是最热的 最热的时候真的 应该最适合游泳的 So I can imagine 这个传统 是不是有可能 好几百 好几千年前 很热的时候 很多人会去游泳 然后 they drown 所以就变成一个传统 说哦 有鬼 没有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So I can see where maybe it comes from but I'm still going to go swimming in August Yeah but 不是每一个外国人了解 这个story 但是简单来说 这个是 the gates of hell open open 对对 鬼门开 and you should put some offering offering 中文怎么说 offering我们是讲 共品 OK 鬼月 其实它不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很奇怪哦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中国 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一整个月就是这样 鬼会来人间 That's what I thought 其实没有 这个传统很奇怪 其实最早最早 真的有记录到 鬼月这件事情 是在清朝 而且那个记载的内容 还不是汉人哦 它是记载 规划的台湾人 平埔族的一个习俗 他们是从春分 大概现在 国历三月二十号 农历二月初 那个时候 一直到农历的四月八号 大概快两个月的时间 都是他们的鬼月 So you're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鬼月 comes from Taiwan 的Renzu Ming 这个也很难讲 因为这个习俗 后来也没有保留下来 虽然据文献里面记载 平埔族的这个鬼月啊 就跟我们现在鬼月 也差不多 但是有很多 Tradition 在separate地方 都有evolve 对 有可能是 这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You know separate evolution is possible 对啊 这也是很有可能 但是中国的鬼月 就是没有在任何的文献 所以是那个 Manchurian 清朝 清朝呀 从清朝才开始 有人去记载 原来在 平埔族的这个习俗 可是这个习俗 它也没有保留下来 平埔族的鬼月 它是在春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鬼月 是在农历七月的 夏天 这也是很奇怪 那有的人说 台湾的鬼月 其实最早可能是 道教的中元节 跟佛教的 于兰盆法会 两个混合在一起 That makes sense 这个有逻辑 毕竟于兰盆法会 佛教的故事就是 慕联尊者 想要把他母亲 从地狱 从二鬼道里面 操拔出来 所以就利用 云南盆法会这一天 给他的母亲 那最后一点 变成说 大家在这一天 我们提供一些贡品 给这些孤文野鬼 让他们有东西吃 不会饿肚子 后来这个就跟 道教的中元节 混在一起 道教他会在上元 就是元宵节 中元七月十五 下元节 大概这三个元 他们会有祭典 那很刚好 就跟云南盆法会 混合在一起 毕竟台湾就是 佛道混合 It makes sense Yeah it makes sense OK so let me see if 我有没有大概了解 所有的 Taboo 英文叫Taboo 中文呢 禁忌 Taboo yeah Let me see if I know all of the taboos Or if maybe I know some that you don't know Or you know some that I don't kn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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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你应该不要买房子 这个月 对啊 应该不要买车子 不要吹口罩 No whistling at night at night Especially at night Don't point at the moon 是吗 这个还好 因为这个就是吓小孩 那个去指那两个两个 就来割你的 不要游泳 不要游泳 一定要烧那些paper money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sacrifice 其他的 我有听过一个是 不要在外面尿尿 对对对 这个也有 Yes 因为你不知道你尿的会不会是 顾乎你的鬼在那边的那个地方 不要叫他们鬼 叫他们好兄弟 这个也有 台湾的有可能是 对对对 在台湾 OK 还有一个禁忌就是 衣服如果晒在外面的话 晚上不可以拿进来 Yes 因为鬼会怎么样 因为衣服就像是人的形状嘛 鬼就会附在那个衣服上面 然后你说晚上把它拿进来的话 你就是请鬼回家 So 买房子 买车子 订婚 应该是比较便宜哦 听说便宜一点点 So 如果是像我这种的 没有很相信这种东西 我就可以好好的利用八月 有些人真的他们就会特别用鬼月的时候来买房子 买车啦 出去玩 出去玩也比较便宜 大家有的人就不敢搭船搭飞机的也有啦 OK Eric 有没有可能鬼月的时候有人请客结婚 鬼月一般很少有人在请客结婚吧 台湾人应该是长辈会有意见 OK 然后我们就是最好尊重我们的ancestors 不管是alive或是dead 那是台湾的传统 we respect our elders 对不对 and ancestors 没错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就是很严格的民俗的规矩 我们必须要遵守 那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嘛 还是很多人会在鬼月买房子 So 台湾已经是改变了很多 不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 对啊 所以应该我觉得应该大概有三分之一 maybe maximum的人会对这个那么严格 Most people I think they don't really 其实大家还是会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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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guess most of the time most Taiwanese people don't whistle at night anyway 现在在街上你很少听到人家吹口哨 很奇怪 以前大家觉得吹口哨是一个流行 现在都没有 interesting 对啊 So 普渡的时候你必须要给那个offering 然后常常有一些公司有基督教 然后这些基督徒他们就会说 No I can't eat this fruit because it was offered to 对对对鬼吃过 但是你有跟我讲说 你看到天主教他们会吃 有一些会吃啊 对 我觉得基督教也有一些 So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just another cultural thing and 一样我们就是要尊重这个 But I always eat it I'm very happy to take it Extra fruit Fruit is expensive 对 不过刚刚讲到好兄弟这个东西啊 其实他是台湾才叫做好兄弟 好像是 当初就是因为汉人的先民 他们从中国移民过来的时候 第一个台湾海峡非常危险 很多人就死在海上 然后后来来台湾又发生族群之间的邂逗啦 原住民跟汉人之间对立啊 经常被出草啊 然后后来又有一些抗侵抗制这些事情 导致在台湾这边其实有非常多人 就这样莫名其妙死掉了 They blame it on the ghost 后来到清朝晚期 才有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说我们这是一个大众爷 万善爷这样一个方式去做祭祀 那普渡的时候大家就会说 那个是好兄弟 那个是我们汉人的好兄弟 大家不会去说他是孤魂野鬼啊 就是一个很坏的鬼 大家会觉得说 都是当年人家一起过来的好兄弟 所以用好兄弟这样的名字去祭祀他 不是就说那是野鬼 那相对来讲 在中国东南沿海 其实也有普渡的这种文化 他们就叫做送人客 对他们来讲 这些鬼就是外地人 客人 送就觉得说你们这些鬼都是外来的 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讲 这些孤魂野鬼 他们就觉得是好兄弟 所以鬼月的时候 人会比较常常看到什么ghost吗 brushing their hair 那个该看到的时候就会看到 but you are more likely to see a ghost 据说是这样 所以在美国啊 当然是没有鬼月这个东西啦 可是跟鬼有什么相关的节日吗 真的就是那个Halloween Halloween而已 但是Halloween变成 从恐怖到 funny happy actually sexy really nowadays like a sexy vampire sexy witch when I was young it was because you try to be scary but now everybody at least you know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be 拉 so it's not really 鬼月 or any kind of serious ghost feeling 南美洲 有一些传统 Mexico you know they have the bones and the day of the dead 那个那个他们那个文化比较比较是有 但是我们是比较Self you know if you are Christian 基督教 你应该不是非常相信鬼 你应该会相信Demon Demon Or Angel So那个中文是什么 恶魔跟天使 Yeah 但是如果你相信Ghost的话 是有一点奇怪 因为在这个宗教里面 我们有Jesus 耶稣 然后有Satan 但是没有很多Ghosts 但是Ghost这个字 也是在西方有啊 有The Holy Ghost OK But when you die 你就是上天堂 或是下地狱 当然不是美 You know We have thousands of different 派波基督教 Yeah So some of them 像我阿嬷 他们是相信说 死掉 你就是登 在那边 登到耶稣回来了 But 我很少听到 鬼 OK Yeah So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Bad spirits Or demons OK That could be possible I have I know some people 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会pray Please take away any bad spirits Or demons 这样子的 But it's not the same as a ghost Ghost Right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中文版的 Fromosa files And 不管是不是鬼月 可不可以 不要在外面 尿尿 真的 真的 Alright Thanks for listening I'm Eric Michael Smith 我是Eric 谢谢您今天聆听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